兩個禮拜前 香港的一個時事評論人 蓮月曾教授就來 多不多 搞了一個講座 自己也有同一班朋友去到 講香港人的身份 如何去追溯 究竟傳統以來 成全下來 香港人什麼什麼 究竟有沒有值得再反思的空間 或者有沒有一些新的角度去思考 其實內容跟現在的政治氣候選得手 各方面都不是太有關係的 但都說得挺精癖的 在不同的角度 也很有教授的論文 各方面的觀點 唯一可惜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宣傳得差 還是位置算差 就很少人 十丁油 就很奇怪的感覺 比我去諾菲宣教 我大隊比他更多 不過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問問題 事後也可以 到教授 來講講說話 另外就是 電視台來拍片 我覺得他也是很厲害的 拍到好像有很多人 哈哈哈 實際上只有十丁油 始後之後 我們就分析一下 例如我們可以選擇 當然沒有 你會選林鄭 蔡爺 葉劉 胡國興法官嗎? 這個討論挺有趣 有人會選蔡爺 因為覺得香港真的需要休養生食 而不是繼續鬥爭 另一位朋友說 選林鄭的問題是她給人的感覺很做得 但她又做了一些大白象 或者23條 各方面香港人未必想她做的事 但她會真的做 兼做 而且中央叫她做80分 她會做足120分 這樣就可以將腐壞程度比689更加強化 另一位朋友很特別 她說 如果要香港人站起來 就需要有6892.0 即是林鄭的再次刺激 所以她就贊成林鄭來做特首 更加強化 當然我們也有分享到 原來有不少人覺得胡官做 可能她的說法暫時是最溫和 或者最民主派 或者應該說 最似乎是對香港人來說最有利 因為至少她會說 重啟831等各方面 但這個又好像在事實上做不到些甚麼 因為始終你要選贏 一定要是建制派 如果胡官就算 變成她可以說很多自由的事 因為她沒有包袱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四個候選人進去 然後撞了票 然後反過來 胡官贏 但是根據如果不夠50% 又是贏不了 又要重選 剩下兩個人選 所以胡官是保證贏不了 所以說來也是浪費你氣 我們這種情況都是很現實的 我自己支持胡蘇 原因是 我經常覺得香港純粹是一個城市 而城市不是要在城市裏做所有的事 而是選擇幾樣最核心的事去做 而香港最主要的不是旅遊 是金融業 而金融業裏最主要的就是你有言論自由 創意自由 還有有資產的保障 而資產保障 而資產保障是法治 資金流通 不會有這麼大的干預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講 其實香港的地位已經奠定了 而地位實際上是比北京 上海 東京 新加坡這些更加有優勢 而優勢是因為他背靠祖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一個所謂有為的政府 最有為的政府 就是無謂而止 好像我們經常說 曾蔭權不做事 其實是不需要做事的 其實彭定康很做事的 經常吵架 但是他不是建機場 但也被人吵架了 過去其實有幾樣很重要的事情奠定了 比如有廉署 另外就是他建公屋 這些是令到民生舒緩 不是說不讓有錢人有錢 而是令窮人不過份窮 或者還有生活 其實香港就是這樣就完成了 既然既定的事情已經設定了 唯一我想 如果要做有違的事情 就是搞一個全民退寶 令到所有人 如果要生活的時候就能夠生活 而全民退寶應該要簡化得比較好 如果沒有那麼多審查 梁振英 李嘉誠拿6000 就是6000 而已 誰在乎 這麼多錢的時候 他拿6000 不代表分薄了窮人 梁振英所說的事是廢的 只要你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你整個政府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你不要考慮那麼多事情 不要搞那麼多大白象工程 沒有意思的 甚至乎我自己不是一個超黃絲 那類人 或者不是熱狗那些 我其實不介意他沒有真普選 但是為什麼當年要爭取真普選 我覺得就是因為 現有的制度很容易被西環 有隻橫手插進來 而那個橫手會令到 我剛才所說的很多價值 來貶低 你說其實你不搞那些價值 都沒有所謂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去下跌價值的時候 其實香港的優惠地位就會削弱 到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說 只要變回二三樓的城市的時候 實際上樓價就會低一半 到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沒有好處 我一集在香港人的立場 我是選擇這個賽野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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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